事情期间离世 错过黄金三分钟的抢救时间 也因此我呼吁台中市政府不能再定调个案 应该全面性的检讨 我们记得在8月21号2021年发生电磁发异强事件 去年的5月10号发生塔吊事件 造成一人过世 今年的2月29号造成乘客亮枪事件 今年的5月21号有终结水机砍异事件 台中市政府不能再视而不见 应该全面性的检讨 也应该让终结的车厢以及暂停 都能够有保安人员 能够有随车人员随时做通报 才不会造成讯息的中断 亦或者是没有人发现 这一位执勤人员躺在手扶梯间将近三分钟的时间 最后才获得通报 但已经来不及回时已晚 感谢观看 眼睛更好 有了 我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